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最好用的文字转语音方法 做多媒体配音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这视频 这也是我经常使用的免费文字转语音方法 这方法转换出来的语音非常清楚干净 没有杂音,而且支持长文配音转换 之前也推荐过TTSView配音 文字多点转换就出错 另一款微软语音合成助手软件 也是存在各种转换出错 配音还会有杂音 今天介绍的这方法也是使用微软语音接口转换 配音相当完美 可以说接近人声音 而且支持Edge浏览器和谷歌浏览器 下面请看我的操作 视频开始前 请大家帮点个赞支持一下 有条件的朋友加个订阅谢谢 首先先把我们的电脑连接上科学上网状态 我用这款免费快联VPN 如果没有的可以在我视频的下方剪接页面获取 点击连接 很快连接成功 再打开浏览器 输入这个网址 网址我会放在视频的剪接页面 大家到时候去获取 来到官网我们看到文字转语音 支持Edge浏览器 谷歌浏览器 描述这里 可以把文字转为语音 支持多种语言和角色配音 同时可以进行合并导出 试用场景文字转语音 我今天使用的是谷歌浏览器 Edge浏览器使用方法后面再介绍 好 我点击这个谷歌浏览器 跳转到这个页面以后 点添加至Chrome 点击添加扩展程序 再点击右上角扩展程序这里 一个小鸭子图标 看到了吗 文字转语音配音 我们点击这里把它固定 我们点击功能 这里可以选择国家的语言 支持非常多的国家语言 这里是配音的角色 有现在最流行的芸汐角色 好 我选择芸汐试试 我随便找了一段文案 过来演示一下 这文案文字数非常的多 你也可以点击试听一下 也可以直接点击保存 保存到桌面 我们打开试听一下 见惯了闹事中 朝来西去的匆促 那嘈杂人生 那如龙车 马 反倒心 却如此寂寥 落寞 而存音于灯红酒绿中 那魔远游眷客的剪影 非常的不错 声音非常纯净 Edge浏览器使用方法 先打开Edge浏览器 使用方法和谷歌浏览器差不多 输入一样的网址 输入一样的网址 来到这页面点击Edge浏览器图标 描述 一款支持文字转语音的工具 好这些几乎都一样 我们不用去管它 点击获取 添加扩展 已经添加成功了 我们可以点击扩展这里 文字转移音配音 我们可以点击这里 在工具栏中显示 这个时候 有只小鸭子 看到吗 我们下次打开 直接点这里 就可以了 很方便 我们点击功能 好 我们把刚才那段文案 粘贴进来 这个文案字数非常多 我们可以不用试听 直接点保存 很快十多秒就转换完成 这里显示下载成功 我们把文件保存到桌面 打开测试一下 见惯了闹事中 朝来西去的聪促 那嘈杂人声 那如龙车 马 反倒心 却如此寂寥 落寞 而存映于灯红酒绿中 那抹远游卷 转换出来声音 非常的纯净 没有杂音 非常的完美 这里选择语言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视频对你有用的话 请给我点个赞 支持一下 不明白的地方 给我留言 感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